你怎么跑上来了 不是 姐 我跟你说 我见着爸了 这就像你所说的事 爸真活着呢 不但活着呢 而且现在成大款了 好家伙这些 又保镖 又秘书那阵势 我去见爸你来了 人家秘书挡着我手把忙 不想见我 姐 你跟爸关系近 你要去见爸爸 爸肯定能见你 我干什么去 不去 不见 那是咱亲爸呀 你不能不认咱爸呀是吧 谁不认咱爸了 咱爸是因为谁 才躲着我们不见的 你们俩让爸伤心的还不够 是 前段时间呢 我跟我哥 还我嫂子 很多事做得确实不好 不是 但是爸讨人家 有些时候他也不太理解我们 是吧 不再这说了 不过怎么说是一家人呀 大段骨头它连着筋呢 血脉相连呀 是吧姐 你这时候想起说这句话了 人躺在手术台上不给签字 把爸送到敬老院 都谁干的 你那时候想什么了你 不是 送敬老院 你这大伙都商量好了的呀 我一万五号来签字了 姐 不是 我就是想给爸去认个错 杀人不过脱陷地位 行 认错是吧 那先说清楚 爸是怎么丢的 姐 你刚问我爸是怎么丢的是吧 爸就一转眼就丢了 不是 真的 不是那天不是下雨吗 然后我跟我哥 扭头这说话呢 然后把真的一转眼就丢了 我 我知道 我跟我哥有很多做的地方不对 不是 你得给我们俩一个 改正的机会呀 你说 姐 你看着咱们好端端这么一个家 是吧 她不能就这么散了 这妈呀的九泉之下 看着得多伤心呀 你想见爸干嘛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当爸的面给他磕磕头 认个醋 不 以后 还得好好地孝敬他呢 姐 你不能 眼睁着看着咱们这么好一个家 就这么散了 是吧 你刚才说 爸住在哪儿啊 国际宾馆608 对 姐 你只要一出山 爸肯定能见你 大成 哎 哎呦 志文来了 姐夫 哎 那个 万一事儿 你从你车给我灌点油吧 我那车没油了 我那是柴油 你要吗 哦 里面是拖拉机是吧 你上来老董他们家 给他弄点汽油 顺便摘几个桃 我要去看看爸 你不是说不去吗 不去能怎么着啊 还能眼睁睁看着牛家 就这么散了不成 快去快回啊 舅舅 啊 宛平啊 来 馒头给 给 给就咬一口 来 都给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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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是说 你带着你的 你知道吗 你就先别进去了 我先去看看 爸什么情况 爸要是不生你的气的话 我再出来叫你 也行 姐 不是你见着爸 你确认他 小鸣事 他要打要马都行 怎么能玩啊 你再说 你再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姐 叫什么啊 没有 没见到那桃呢 我见着爸的秘书了 秘书说一会儿把桃给爸 爸今天晚上 要请我们全家人一块儿吃饭 是吗 在哪儿啊 就在这个酒店的餐厅 你给谁打电话 那个哥打个电话 不是 姐 要不咱这先别告诉我哥呢 等咱见着爸之后 看情况来跟他说吧 那怎么行啊 爸说的是请我们全家人一块儿吃饭 不告诉哥哪儿行 行 那你给打电话 月梅啊 月梅啊 月梅 好 干嘛呀给你打电话 月梅和周恩在一起呢 说晚上六点钟 爸请咱们吃饭加宴 他们跟爸联系上了 不知道啊 都怪你啊 你又让他们给抢先了 又怎么了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这动作一定要快 一定要先把老爷子给找到 你就是不听 你看人志文多聪明啊 人愣是跟爸给联系上了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你怎么这么笨呢 干什么呀 你好处都让他们给落下 咱什么都没有 就就就我光落个不是 你就是 你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今天晚上早点去 别要让他们给耍了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这是你女朋友啊 眼睛够大的 土爱挺长 不是你看着她 你不得吃的更多呀 我看着她呀 我基本上就吃不加烦了 那行吧 那我看着她 拜拜 拜拜 喂 哪位 阿姨 我是岳梅 岳梅 你好 子夏阿姨您好 阿姨 我爸爸回来了 是吧 嗯 那太好了 你看我就说嘛 肯定没事的 这段时间谢谢您了 阿姨 我爸想请全家吃饭 您一块来吧 哦 不不 我不去了 阿姨 你们全家聚会吧 等我回头有空 我去看看你爸爸 啊 您太客气 哎 谢谢你们啊 哎 再见 哎 哎 你不是看着她们 基本上吃不下什么了吗 我就是想让她们看看 我奶奶是怎么 非人的虐待我 真听叫我贺州 嗯 嗯 嗯 就这些啊 就这些啊 哎 周正熙呀 哎 周正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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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周正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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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那个 爸说今天要请咱们吃饭 真的啊 嗯 哎呀 那是好事啊 爸终于肯见咱一面了 哎 爸一开始就挺喜欢你的 晚上你就跟他多聊聊呗 嗯 但是我 我觉得 爸这次回来吧 怪怪的是吧 那一会儿要爸说什么的 就听着就 也别别别在我心里去 智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听不明白 反正 反正 这 这 这次爸回来 就觉得反正挺怪的 妈呀 这吃一顿饭得多少钱呢 咱们还这么发达呢 啥都帮你掏钱 你好 你咱们咱们셋饭 吃饭 都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呀 这么早啊 什么时候来的呀 这么早啊 你咱们吴船 你咱们吴船 这也够早了啊 话说的是六点 这才一点啊 再早也没你们早啊 爸请咱们吃饭这净 确实是咱们吃饭 是挺高的 是 从来 长得大还没来过 这种地方呢 修水管还能卸到这儿呢 我看看 参考他 好玩的 秦桑 这孩子都挺大的了吧 知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现在还不知道呢 我俩也无所谓 男孩女孩的都一样 那怎么能一样呢 最好是女孩 那再加上向东 这孙子孙女都有了 咱妈得多高兴啊 最高兴的应该是你啊 是 要真能那样 那我是挺高兴的 哥 走出去抽烟呗 走 什么事啊 你不是不抽烟吗 什么抽烟不抽烟的 一会儿就见着爸了 你什么感觉啊 高兴呗 你看爸回来了啊 病成那样现在 没事了呢 不是 实话 咱俩是亲哥的 是吧 说心里话 哥这心里七上八下 不踏实 我也一样 心里没底 你说爸把咱们都找了 好事还是坏事啊 好事坏事 我这不还想问你呢吗 你说这些怎么了 这怎么跟鬼吹的事呢 你现在想起来 干真不是人事你 不是 你说什么 咱俩干什么了 咱俩不是 那什么 就是爸爸 最起码这不是也是动了 把爸扔了念头吗 什么念头不念头的 不咱俩不 一转身就回来了吗 爸不是一转身就没了吗 这事他也怨不着咱俩呀 再说了 你看现在爸 现在住着高级酒店 堵着大奔 那也是爸的命 你要这么说 哥这心里就踏实动了 哎呀 哎呀 志文 你说那时候说的 爸能不能听你啊 他俩说什么了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是 对了 一会儿 当着全家人的面 说话过过脑子 有些话打死都不能说 这向东方家又长个儿了 是啊 小孩长得快点 对啊 有日子没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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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月梅大成啊 我来了 满萍也来了 快坐着 哎呀 月梅你真是 你还能不能洗肢精神爽啊 这气色特别好啊今天 今天 是吗 小冬 你好 满萍 哎呦 你今天真好看 我妈给我坐的 你妈坐的 哎呦 你妈手真巧啊 这坐的比买的都好看 哈哈哈哈 月梅 你看你平时啊 跟咱爸最亲了 咱爸怎么回事啊 就这一下子就跟那个 变了个人似的 就请咱们到这么贵的地儿 来吃饭了 一下子有那么多钱 他没跟你说怎么回事啊 我没惦记爸那些钱 从哪儿来的 不是 我们也没琢磨呀 这不是聊天呢嘛 要不是咱爸发了你说 今天这一屋子人 能坐这么齐吗 谁也不比谁好哪儿去 志文 你爸的电话没有 给他打电话 我没把电话 我没把电话 我和他的电话 我没把电话 你把电话 给他打电话 我也没有把电话 给他打电话 那么多了 我从来封键 你怎么在这儿 让我带你 我看来 你把电话 你把电话 我看来 你把电话 我再抢 你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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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牛总 那我就先出去了 就不耽误您的家宴了 你先点菜吧 好的 我坐 岳梅你坐这里 爸 您现在气色真好 我对他认不出来了 您跟我说说 上次怎么回事啊 一转眼你就找不着了 对 爸那现在 到底怎么回事啊 爸 爸怎么回事啊 这好几个月不见了 病好了又发财了 你遇见神仙了 爸 你看 你这么长时间 连个消息都没有 也不打电话 给我们报个平安 我们都担心死了 我们以为您 我牛权胜能有今天 得感谢老牛家的两个儿子 现在我是彻底明白了 古人那句话 天无绝人之路 我能活到今天 多亏碰见了一个救命恩人 爸 好人又好不好 那我们得好好感谢啊 爸 您救命恩人在哪儿 我们全家人给他磕头子 月明说得没错啊 爸 那人在哪儿啊 我们给他磕头子 爸 您现在这么有钱 也是那救命恩人给帮着呢 那么久都没见爸了 好不容易能见一面 别算计那些钱的事 不是 大家不是都好奇吗 我也是替大家问问的 问也是白问 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爸 别爸爸的 你们没有我这个爸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你们心里清楚 我心里也清楚 今天这顿饭 就是散伙饭 我就是要向你们俩宣布 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儿子 你们也没有我这个父亲 从今以后 我们互不相干 爸 爸 别走啊 爸 爸 罗伟 月明 爸 刚才走的时候 你也不说把爸给拦住 你说这么一桌子 丰盛的菜 爸一口都没吃上 我没那么大面子 上班走吧 有什么浪费的不是 主儿 你说爸今天这番话什么意思 看来爸是得着宝贝了 上台了 真的有宝贝 这你不能不信啊 不是这个豪华酒店大奔 将这桌子饭局 这是实在的你能不信吗 姐 你那儿有爸电话是吧 表一个呗 我没有爸电话 那个 我这是团秘书的 好 也行 你要他电话干吗 我看爸那儿还生气呢 我哪天约爸出来 喝茶聊了呗 这下彻底放心了 这下彻底放心了 终于看见了爸 这不是好事吗 那你还哭什么 你没听爸说的 不认我们儿女了吗 爸要是不认我们的话 他们老牛家就彻底散了 你说我爸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 要是以前 他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不认儿女这种话的 那也不能怪咱爸 你看志文志华干的那些事 能不让咱爸生气吗 喝了喝了 别哭了 别难受了 别难受了 不是很多事吧 你不知道啊 你知道吗 你不清楚 你不清楚 慢点小大夫 小大夫 我在哪儿 志文啊 你怎么才要回来啊 我对他那个 不是来了几个朋友 你先回去啊 你们怎么找你家来了 你说我怎么找你家来了 你欠公司内币款 抄多少时间了 不是我不是说演演吗 咱 演演几天可以啊 如果真的没有钱 如果真的没有钱 我看你这房子不错啊 要不我们把它收了 我不卖房 卖不卖房 不是你说了算 还不上钱 别怪我们不客气 走 кого是哪 谁 有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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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我老是芭蕉的 那他们深更半夜的过来堵你 怎么回事 没事 赶紧睡觉去 没事 别吓透心了 不是 你跟我说 你好 那个 我是牛总的小儿子 小牛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您叫牛总 接着点话好吗 对不起 牛总已经睡了 谁都不能打扰 你跟他说我有急事 对不起 我帮不上忙 再见 他还不想认咱们 我还不想认他呢 真是的 爸这回真是记恨咱们了 我觉得你这弟弟妹妹挺可笑的 他以为讨好咱爸 就能得到什么东西是不是 爸我还不了解 记仇着呢 还什么宝贝 我看连一个子都落不着 只要爸不跟咱们翻脸 他还什么这个那的 还什么钱不钱的 你觉得爸真有宝贝吗 我看不像 不过他要是什么都没有 他哪来那么多钱呀 爸那点底我还不知道 比如说开奔驰 他连一奔驰的轱辘都买不起 还雇什么保镖秘书 我这还住宾馆 不是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他有没有钱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别呀 怎么没关系啊 那爸要真有钱了 你别别 光让你弟弟妹妹占了大便宜 你说你平时 为了孝顺咱爸 什么事都往前冲 是不是 那爸现在有钱了发了 你往后退啊 不行 得查 还没睡啊 你怎么还没睡啊 想爷爷了 今天是你爷爷的诞辰日 爷爷哪年死的呀 对老人要说去世 爷爷哪年去世的呀 六七年 都死了 不是 去世的这么老是 对了奶奶 你这儿有首歌吗 专门唱你爷爷的 嗯 还有唱爷爷的歌 老头 嗯 对了 在爱的幸福过渡 你就是我唯一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爷爷 你从来 好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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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啊 你在哪儿 我在外边呢 干嘛呀 在外边呢 那什么有爸的消息吗 没有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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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算了 你这样啊 没有 他说啥你都信 没准这时候正跟咱爸亲热呢 就瞒着你这大傻子 志华 志华 你过来 我找你有事 干什么呀 不睡觉 干什么呀 给爸打电话 我哪知道爸的电话 给爸那秘书打 开玩笑 爸的秘书更不知道了呀 人家昨天志文 问月没药的时候 我给记下来了 这呢 你给他打 不是 我打说什么呀 我跟人家 你什么都不用说 就是请安 请安 算了 好了 通了 算了呀 通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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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好 你好 秘书小姐啊 你好 我姓牛 那什么 我爸在吗 方便让他接个电话吗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我 我 请安 对 我就是问问 给他请安 对不起 牛总已经交代了 你们的电话 他都不接 啊 喂 喂 喂 挂了 说什么了 他说牛总说了 我们电话他不接 请安也不接啊 哎呀 我都说不要打 不要打嘛 明儿接着打 哎呀 我的天 你就别吸溜溜溜溜溜溜 你赶紧什么事 赶紧跟我们说吧 超什么急啊 今儿 把你们哥俩约了 就是想 给你们仔细地说一下 我们家宝贝这件事 不是 你们家还真有宝贝啊 我还以为你骗我们呢 骗你干吗呀 要不我们家对人这么折腾 哎 我们哥里一见面就打 那都是因为 我们家老爷子手上 有一颗绝世的好柱子 活了时候问他藏哪儿 不告诉我 不告诉我啊 人一死 这柱子这下落 就不清楚了 真那么值钱啊 不值钱 你们家老爷子 能那么有钱吗 啊 坐着腊奔 住着酒店 还养人小蜜 你放屁你 你爸才养小蜜呢 你爸 你接着说 接着说 民国初年 有一个大军阀 叫孙殿英知道吧 啊 就是那东陵大道是吧 对 慈禧的墓 让他给挖开了 哎 那里边宝贝 那扯了 那太太多了 反正这东西 怎么会到你爸爸手里了 你听我说啊 盗墓这事啊 他是犯死罪的 这孙殿英知道吧 他得贿赂高官 就把这俩柱子呀 送给了宋美龄 宋美龄他喜欢跳舞 哎 他就把这俩柱子 向他那个 那俩舞鞋上了 后来啊 他认识一个 大军阀的四姨太 嗯 这四姨太跟他关系好 他们俩太好了 这宋美龄喜欢他 最后就把这俩柱子呢 送给了这个四姨太 巧了 这四姨太 跟我们家老爷子 是老相好 哎 这四姨太 就把其中一颗 送给了我们家老爷子 你见过这柱子吗 我 我就见过哥那柱子那盒子 我爸倒是给我看了一眼 但是那盒子 我连猫都没猫着 藏起来了 藏哪了 藏我们家老宅子里边了 我得找啊 我哥得给打啊 就为了争这家产 实际上就是为争这颗猪子 不是 你别老说你家那宅子 你这说那猪子哪去了 他肯定藏那老宅子里边了 我们哥也把这宅子都快给拆了 也没找着 没找着 他一定是落了你们家老爷子手里头了 不是啊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那柱子在我爸手里啊 我爸我们太了解了 他要说没拿吧 就肯定就没拿 你还别跟我打马虎眼 我说在你爸手里 他一定在你爸手里的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家住哪儿我知道 你们家老爷子几点起了 吃早点我知道 他每天溜弯的路线 我都非常清楚 你们哥俩看着办吧 不是 你跟我们说说什么意思啊 你说呢 傅小姐 我告诉你啊 你要敢动我爸一手直到 我动了你 你信不信啊 不可能 我爸不肯让你家东西 哎 牛志华 你快点 一趟一趟的 怎么回事啊 跟我说一说 急死了 厕所呢 快点 茶喝多了 茶喝多了 来啊 急死了 没事没事 茶喝多了 这一趟一趟 要是我跟你说啊 我长得大 从来没喝过那么好的茶 我没问你茶 你赶紧说正事 哎呀 你说 爸说我真拿来人宝的话 那咱们是不是得还人家 还个屁啊 还 你傻呀你 好不容易得个宝 那还不自己留着 还还什么还呢 而且爸这个宝肯定是要传给儿子的 你是长子 肯定是要传给你的 你千万不能让志文那小子给抢先了 你听见没有 对对对对 我传给向东 那下面该怎么办啊 明天咱们带着向东到酒店找咱爸去 然后咱问问咱爸 看看到底有没有这宝 爸说啥 咱就顺着爸说 让他高兴 然后问问爸 爸肯定能告诉咱们 你说呢 我到了 你们在几楼呢 哦 好了好了 马上上去 你怎么又来了 怎么还不还钱呢 我不说了宽限几天吗 今天还明天还 什么时候还呢 我没说不还 好不好 啊 钱呢 不是 不是 那个 我 我这 我眼我肯定能还 他妈的你不还钱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快快快快快 你不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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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大 随大 不是你 志文你这脸怎么了 啊 你让我看看 我 不是你这眼睛怎么了 你 你 你不是想给你妈了吗 你收拾一下东西 你去你妈你待几天 或者找朋友那儿 躲几天好不好 我不去 我哪都不去 你跟我说到底怎么了 别问了 好不好 哎哎我必须知道 我特别忍了 这把人下手狠着了 你看这块大的 你看 你看他肚子这么大吧 他危险 啊 你呢 就赶紧收拾一下东西 然后出去躲几天 听见了吗 不行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更哪都不能去了 我必须跟你在一块 大不了咱报警呗 你给我听点儿话 是不行 爸那边也不怎么样了 你要不放心 咱进城上吧 算 没事干闲的话 咱们要不 咱们再借点钱 再买几头奶牛 还买奶牛啊 咱那五头牛 都亏了小一万呢 你们都在啊 正好有事找你们呢 我们啊 就把搬走了 这房契先还给你们 改天咱们再办手续 这房契 房契 那我们钱还没给呢 哦 钱已经有人给了 啊 谁给的 这我不知道 反正人家把钱给了 还多给了搬家费呢 别的我就不问了 把房契收好啊 咱们再见 我们回去了 是张脸没嫁吗 是啊 啊 您切什么钱 什么呀 有人让我给您送五头奶铺 谁让送的 我们只款送 别的我们就不管了 在哪儿呢 就在沪洋 这谁送的那儿呢 这谁送的那儿呢 你这没动 我给你消消毒 来 别动 别动 我 你忍着点 忍着点 来来来 我得出去见个人 你别呀 你现在这样 你怎么出去啊 我找我爸去 现在只有我爸能帮我 一日我出去啊 你把门锁上 房契门也锁上 谁敲门都不能开门 听着吗 那个 你自己小心着点 啊 牛总 今天的茶还不错吧 不错 喝出点胃来了 谢谢 爸 你喝茶呢 牛先生 你有什么事吗 我有事 我找我爸有事 爸 我 我能坐这儿吗 我今儿炒您吧 还真有点事 但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现在给您借点钱 那不多 七十万就行 凭什么让我借给你钱呢 不是 你是我爸呀 但是您现在发辣了是吧 发辣 我我我我对你真是遇上难事了 要不我不跟你唱这嘴 当你爸她的就这么倒霉呀 当你爸她的就这么倒霉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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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